如果要把香港武打女性论资台北 没人能抬在他前面 日本影迷称他为女生杀权 西方影迷称他为女版李小龙 这个人就是毛鹰街头霸王这款游戏中 纯丽一角 在最初人物角色设定的时候 有一个暂定的名字叫做中国娘 当红时期不仅被李小龙亲自邀请出演电影 成龙红金宝也只能在他面前做炮灰 那个时候外国人将毛鹰称之为女版李小龙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李小龙的功夫是中国功夫片明星里最棒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对毛鹰的认可 还有不少外国影迷将毛鹰称之为致命的中国娃娃 也有不少日本观众将毛鹰称为女生杀权 因为毛鹰在影片中对他们的国人毫不留情 所以才会让他们联想到这样的称呼吧 影片中影子洒爽的打女们 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们不仅拥有脱俗的美貌 更有着扎实的武术功底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在那个没有特效加持的功夫片拍摄现场 男友李小龙的杰权道 又有毛鹰的和气道 两人的武功都如电光或是一般的快弱流星 在影片中与男人们对打也丝毫不畏惧 真正诠释了金国不让须眉 为那个时代的动作影片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毛鹰出生于黎原世家 由于毛鹰从小体质先弱 父母为了增强她的体质 在她六岁那年 将她送去了复兴聚校 跟着学校里的武术师傅练习武功 原本是想让孩子茁壮成长 没想到自从在聚校习武之后 毛鹰却越来越喜欢练武 习武八年 练出了一身扎实的武打功夫 父母的武艺之举 却无形当中培养出了一个功夫女星 正当毛鹰在复兴聚校苦练武功之际 历史的香港应潭 正在迈向鼎盛期 自幼就被家人送到了复兴聚校 跟着武术师傅学习学艺 这一学98年 练出了一身扎实的武打功夫 而毛鹰之所以能走向打星的道路 还要源于一条社会新闻 据说当时的毛鹰 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持刀劫匪 毛鹰也没问明 对方是想劫财还是劫色 总之练久了一身本领 此时不用 啥时候用呢 他二话不说 就回应了对方几脚 把劫匪打得归地求饶 毛鹰也因此登上了社会版头条 伸手矫健的他 引起了邹文怀的注意 而那时邹文怀刚签约了李小龙 他的首部电影《唐山》大凶 更是刷新了当年的票房记录 家和也因此名声大噪 有了李小龙这位猛将之后 邹文怀打算再捧一位功夫女星 自此毛鹰正式签约家和 众所周知 功夫片是男人的天下 灰汗如雨的动作片中 若是由女大星加入 窈窕恶魔的身姿 经过不让须眉的剧情设定 必然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家和将毛鹰招揽至麾下 这一步棋走的可是相当精妙 因为谁都没想到 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 毛鹰就赢得了女版李小龙的影坛称号 那么毛鹰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很简单 打出来的 毛鹰的功夫 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划拳绣腿 全是真本事 李小龙很少夸人 但是毛鹰的功夫 却被李小龙上师 他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 打女明星当中 他觉得有真本事的只有毛鹰 1972年 毛鹰的处女作天龙八奖正式上映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毛鹰在影片中的出色表现 深受大众欢迎 这也让贾河对他很有信心 童年又为他 量身打造了电影和气道 毛鹰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电影 在拍摄前 还可以跑到韩国 加强和气道功夫 将段位提升到了黑道三级 影片中他的招牌动作连环踢 凌厉的腿法横扫一群对手 不仅迅猛有力 还极具有观赏性 没有丝毫托尼带屎的痕迹 毛鹰用一把伞 不仅让所有观战的日本武师服了气 还令对手淹了气 让五管头目坐立不安 影片上映后 毛鹰顺利出圈一举成名 而且在上映的第二年 还进入了美国院线 也是颇受好评 连李小龙都对毛鹰赞叹不已 还曾说在众多女打心中 最有真本事的也只有毛鹰 在那个没有特效的年代 还流传了一个说法 男友李小龙截拳道 女友毛鹰和气道 可以说假和第一打女 毛鹰当仁不让 值得一提的是 和气道这部电影 片中不仅有刚刚出道的红金宝 还有成龙 梁小龙 袁彪等人 均在片中饰演反派小喽啰 之后李小龙还特意邀请毛鹰 在电影龙争虎斗中 饰演李小龙的姐姐 虽然出场的时间不多 但他那干净绿落的伸手 足以让人印象深刻 面对日本浪人的旋风腿 毛鹰的长法丝毫没有落得下风 两只小巴掌打得糊糊生威 把对手打得吐血身亡 除此之外 还有铁掌旋风腿 破剑王牌大唠千等经典影片 作品不多 但几乎算得上步步精品 还走进了北美电影市场 假和顺势把毛鹰推向了国际 在影片中 毛鹰的武术技能 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一个外表柔弱的女子 居然能够打出这样的快拳 这不仅颠覆了人们对女性的印象 在龙争虎斗中 毛鹰的武戏 虽然只有片头的短短几分钟 但是丝毫不逊色李小龙 赶紧利落的动作 没有托尼带水的混迹 伸手敏捷的连环踢 更是让观众看了大呼过瘾 加强了李小龙姐姐 这个人物设定的可信度 西方观众还将毛鹰称之为女版李小龙 也有很多的日本观众 将毛鹰称为女生杀权 这足以看到她在观众心中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破戒》中 毛鹰饰演的角色和造型 还成了街头霸王中 纯丽一角的原形 随着毛鹰的走红 香港影坛越来越多的女星 纷纷加入打星的行列中 而此时她也已粘制四十 毛鹰有了一种危机感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 毛鹰也尝试过闯荡好莱坞 但结果一直不如人意 于是在九十年代初 毛鹰果断选择退出影坛 开始了新的生活 跟随老公在美国定居 还开设了一家中餐馆 直到二零一零年 在纽约亚洲电影节上 淡出影坛多年的毛鹰 出现在红金堡的颁奖典礼上 两人的相聚 勾起了不少功夫片影迷的回忆 那么 毛鹰的功夫对于那个时代 有何积极作用呢 这么说吧 他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 毛鹰在影片中的表现 让很多外国人意识到 中国女性是可以刚柔并记的 并非软弱可欺的小女子 现年已经71岁了 古稀之年的她 现在隐居美国 英文名现在叫做Anglia Mount 毛鹰在影视圈激流涌退之后 早在多年前 就在美国开了一家中餐馆 现在的她 如今儿孙万堂 尽享田伦之乐 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 遥望当年毛鹰的打女风采 不禁令人感叹 时光如同白居过戏 光阴四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